准备好要教家中的小小孩性教育了吗 高雄市教育局在今年出了寒假作业 竟然要考考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怎么使用保险套 什么是RU486 看那这样的题目 连教育部长蒋伟宁都相当震惊 他直言真的不太适合 要求要检讨一下 这样的性知识 对于八岁来说实在太早了 而他甚至还开玩笑的说 很可能连教育部同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RU486 国小三年级寒假作业 竟然是如何使用保险套 以及何谓RU486 听到这样的题目 教育部长蒋伟宁当场傻业 三年级在买八岁 对这个 不觉得算早了一点吗 我觉得如果这个确实是 在网路上去要回答这些问题 又是学校design的 这个对我来讲 学校design的体健康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国中的话 国中以上也许可能 日份寒假作业来自高雄市教育局 由国小学生自行上网登陆闯关 除了提供未成年怀孕求助站之外 还仔细教导小学生 如何使用避孕药以及避孕器 而考题更露骨 提供选择提议询问RU486的作用 以及后遗症 还有保险套要如何使用才正确 新教育当然有必要 但八岁就这么清楚 还拿来当考题吗 似乎也太早了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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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